开盘已经吹响了上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白马弹簧 连续的传车配合 想要拉扯对手的黄线 这个球的处理有点欠缺 外围的起角大门 黄球员用身体将球挡出 射满 背方球员挡出 这辆传球并不到位 弹到中路 直接射满 重新架 接力进球让场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 这可能会影响接下来双方的战术布置 再往律师 来吧 送出一脚横传 这球塞到了中路 老手非常稳健 内拓 内拓 可惜球队了 环球出现了修物 选择射门 这球又进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们又取得了进球 这无疑是给对手沉重一心 这里进球也让他完成了 每一开二度 到三角传球 这个球的处理有点欠缺 比赛才过了三十分钟 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投撕 机会出现了 起脚顺门 这球又进了 比分差处越来越大 他们已经掌控了比赛的节奏 这球传球并不到位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完成脚射门 教练应该在进攻端 做出一些调整 成功的成功的防守 谈到中路 防守球员猜到了对手的传球意图 中场休息时间 双方的分差已经比较大了 先看下半场比赛 会不会有奇迹的发生吧 半场休息结束 双方一边在站 勒马尔 这球赛到了中路 直接射门 准备门掉 分地扶出 这真是一次精彩的扶手 再往列斯 送出一脚横踩 来到中路 外围 尝试打一脚越胜 球进来啊 建立金球 缩小场上的比分差距 他们还有追平比分 甚至反超的希望 勒马尔 勒马尔 防守非常稳健 这球赛到了中路 直交打蛮 漂亮 这球进了 如果说之前的比赛已经没有了决电 那么这一球无疑会给他们信心 让他们一扫一买 重新为胜利而战 建立金球 也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二个金球 是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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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打在了防球员的身上 这球进了 真是一力精彩的进球 他完成了帽子击法 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他已经成为了本场比赛的焦点 教练要坏人了 看看新上场的球员 能不能发挥进步骑兵的作用 来到中午 打满 球进了 这力精球缩小场上的比分差势 他们还有追平比分 甚至反超的希望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帽子击法 我们不得不期待 他能否再次取得进球 比赛时间所剩如己 不知道还有没有变数 倒三角传球 这球有了 漂亮的进球 最近是他本场比赛 第二次突破对手的大门了 第二次突破对手的大门了 第二次突破对手的大门 倒三角传球 这球赛到了中路 大围的十角打败 商品补师开始 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 可惜球就了 防守球员果断将球解围 这个时候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双赢 本场比赛的结果虽然不尽如人意 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会从失败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毕竟足球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